好 現在回到這邊 好 請往右邊 好 右邊囉 我記得我以前每次的就是入圍的時候 我都會在家裡面寫一張得獎的概念 然後都是準備要就是 把就是希望可以站上台去發演 可是這一次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唯一這一次沒有準備 什麼 你每次都準備 然後這一次你準備 我剛剛忘了講我的家人 對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跟親朋好友 他們真的是很無條件的也是支持我 然後我很感謝 因為其實你知道演戲的人 只要拍集戲來就是諷刺 那他就是每天每夜不管的 就是全部進入在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他們很包容我 所以我很幸運 我覺得我這輩子最幸運的就是做演員這件事情 然後順便有這麼多人這麼可以體諒我 還有對 我還要講一個 因為每次就是沒有得獎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最捨不得的就是看到 關心我的朋友們家人們 他們很想要安慰我的那種眼神 但今天不用了 今天看到你們都是很開心的對著我笑 所以我就不用覺得很不好意思的對著他們說 不好意思讓你們擔心了 但今天不用了 YES 掌 雙辣 喔 啊 很快 對 補充 我要謝謝評審 啊 啊 對 評審 完了 可以到他了 評審是非常沒有重要 因為 謝謝他們就是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上台看到 就是從台上看下去的那個風景 謝謝評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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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幫我 這個一定要幫我 補上去 就要請他們說 謝謝評審 拜託拜託